澳门和内地 澳门与普与国家签署的有关经贸付费关系协定 也会助澳门在中国与普与国家进出口贸易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新经济形势下 澳门可以继续利用其独有的言语言和文化优势 推介中国和普与国家的经贸发展 促进中国与普与国家的产业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合作 女仆华侨华人通过艰辛努力取得了优异成绩 赢得了葡萄牙当地社会的广泛肯定 为中普两国友好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一带一路伟大事业建设中 旅仆华侨华人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做出新的贡献 在中普两国经济全面提升合作水平的新形势下 旅仆华侨华人要充分化学沟通海内外 连接东西方的宝贝资源 利用好自己的生产 营销网络 丰富的智力资源 广泛的正乡人脉 积极主动迎接新的历史挑战 将生产经营能力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更好地满足一带一路建设事业的需求 我们高兴地看到 旅仆华社在近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与葡萄牙人民融入与共的发展过程中 旅仆华侨华人既身事业得到了全面发展和进步 华侨华人的社会地位和整体形象 有了很大的提高 是一个积极向上的社会群体 受到当地社会和民众的积极欢迎 旅仆各侨团组织 是团结和谐的温暖大家庭 大家秉承团结协作 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发扬爱国爱上的赤子情怀 新往一处想 敬往一处始 为建设旅仆华侨华人社会新家园 为中仆两国的交流与合作 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新的历史环境下 各侨团组织要继续发扬 与时俱进 不断地创新的精神 牢记服务侨胞的办会终止 把会务工作做的驾驶 协助广大侨胞 克服各种困难 积极融入当地社会 获得更大的进步发展 生活在一国他乡 融入新的社会 吸引新的生活 是每一位海外侨胞需要面对的挑战 庆幸的是 葡萄牙民族是一个开放包容友好的民族 几乎所有在这里强连生活的旅仆侨胞 都有一个愉快的吸引和生活经历 我们相信在葡萄牙的新华侨胞人 一定能够克服语言和生活习惯上的暂时困难 很快融入当地社会 吸引新的生活 旅仆各侨团和早先来到葡萄牙生活的广大侨胞 也一定会热情帮助新的侨胞 在葡萄牙愉快地生活学习和工作